嗨,大家好,我是马开东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解 Hadoop 2.x 入门剪辑及生态系统 首先我们要安装这个MbuySover MbuySover这样安装 YomInstallMbuySover 你接着我们就可以进去配置了 就直接使用这种MbuySover Setup 这地方它就会提醒你使用什么账号 是使用MbuySover这账号吗 输入yes 账号是什么呢 root 输入root 它这地方会提醒你的防火箱是否关闭呢 输入yes 需要继续就输入yes 检查JDK版本 这地方它就会有两个版本 其实你不安装JDK是可以的 但是我还是推荐使用自己的JDK 这里安装 第三种就是当前 用户的JDK 我们选择3 选择3以后它就会问你你的JDK在哪里呢 那这个要根据自己的JDK安装目录指定 这地方指定了我的安装的是1.8在这个目录下 接下来回车 然后就会选择让你选择什么数据库 这里面我们没有用默认的PostleGround 而是采用了我们自己的MySQL 我们选择3 然后让你配置这个数据库的路径 这里面依旧是使用的是hostname 而不是IP 这地方千万不要写localhost 还有就是它的端口 3306 万人的 还有刚才我们创建的 Mvary数据库 对吧 它的用户名 Mvary 密码是多少呢 那你重复输入 那我们之前也是设置过了 就是Mvary 他说其他这个他要执行一个circle脚本 是否要执行去连接这个数据库呢 当然是允许 那这个时候可能在这地方出现一个小问题 就是说他执行失败了 但是没有关系 大家也可以看到这地方他已经把这个circle的路径呢 告诉你了 你可以手动的去登录MySQL 使用这条命令登录MySQL 然后选中这个数据库 然后sauce一下这个脚本 那这地方脚本就可以执行成功 那这地方实际上就创建了 Mvary这数据库下创建了一个表而已 还有一些信息 在这个Mvary server呢 设置为开机启动 然后看一下有哪些表 然后是show tables 这地方呢 安装以后设置完以后呢 就可以启动了 就是Mvary-server start 启动时候他就有一些信息 对面就说的是使用的是Python 2.6 然后启动成功 然后他就会说 使用你的这个 sauce ip-8080去访问 这地方呢也参考了一篇文章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我们就已经进入了这个Mvary的一个 web方式就是通过这句话说是通过IP 冒号端口8080进行访问 那这个时候有些时候就很尴尬 有些人的这个Linux中没法访问 web怎么办呢 那没法访问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就是用Xshell 对吧 还有就是使用CRT进行一个代理 或者通过谷歌领域 结合谷歌领域进行一个配置 具体呢 这地方我当然是配置的 首先呢就是在这个 连接里面一个SSH 里面有一个隧道 这个方式 其实很管用 然后添加一个这个Dynamic 对吧 减轻端口 就是模认的 这地方写一下这个规则 说明一下这个确定 在谷歌领域中呢 配置一下这个代理 先是点击这个这个按钮 请选择代理服务器 然后选择局域网设置 然后点击这个套接字 选择local host 和刚才的801080对应 然后大家这地方进来以后 先是点击这个高级设置 这么点一个对各位 高级设置进来以后 这样设置 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使用 本地的这个IP 加冒号8080 然后回车 就会访问到这个外部界面 外部界面以后 输入这admin admin 账号密码 就可以访问这个 I'm buried的这个 界面了 这方你也可以使用 如果你本地 配置了这个etc 下面那个host 那个绑定的话 IP和hostname绑定的话 你可以使用hostname进行访问 都没有关系 之前也说过很多次 那你访问以后呢就看到了这个 Mbary的UI 他说欢迎来到Apaq Mbary 对吧 紧接着呢你就去安装了 那这地方就是 运行 对吧 点击一下 然后紧接着下下一步图就是说 选择你要安装的 hotop的版本 那这地方呢 说一直说的这版本就说是 hotworks下的Mbary的这个 开发这个版本 并不是Apaq下面这个hotop版本 那这地方最新的现在是2.3 这当时是2.2 这边呢 然后就是选择安装圆 这地方注意啊 这地方我们 一直说这地方圆呢 是一个离线安装 所以就是 刚才我们配置的那一个 替换角那个 安装圆 写那个 这边详细写了一下 就是 在这个安装圆设置为本地的这台服务器 就是刚才我们使用http 里面 把它的那个离线包放的那个服务器上 那个 然后再强调一下 是这里 是这里 因为我们把这个网络的这个圆呢 换成一个本地的圆了 因为之前我们是安装了这个 Handbury 安装 它的包是放在这个http下面 这服务 在这个下面 那看一下这个目录 它是一个服务器上面的 http这个目录 那这个是httputl-这个目录 那这两个目录是不一样的 这地方呢 有一个雪的教训 非常 我之前要求给你们讲的时候 一直是强调是hostname 但是我当时做的时候呢 还是在用ip 那这就非常郁满 我当时安装好以后呢 没有问题 过了几天 公司要求改ip 一改ip机群用不了了 所以呢 这一点还是强调 任何时候 hostname 非常安全 接下来你点下一步 然后就要配置 配置的话 这里我还是强调 千万不要写ip 一定要写hostname 后期不然很麻烦 对吧 一定要写主机名 那这是后来的截图了 那这地方呢 他有一个私钥 就说是 将你那个当前节点的这个私钥 就相对于hostname 对吧 的私钥给他 这样的话就帮助于这台机器 可以去访问 自己就做一个相对于ssh 然后把其他的东西呢 进行一个上传 这也就是上图 这个id-rsa 它是一个私钥 将那个下载下来 然后进行一个上传 对吗 这选中 在温度下选中 紧接点下一步 然后他就进行一个检查 这地方呢 可能会有很多次这个错误 通不过 那就是有些通过了 有些没有通过 你多试几次就可以了 真的是要多试几次 保证所有机器呢 都没有问题 那这地方经常出现问题 就是有些同学 有些机器 他没有防火枪关掉 你先关闭一下防火枪 然后有些时候呢 那个时间没有同步 那还有就是 要运行一下这条命令 就清除一下host host的这个缓存 对吧 还有时间同步的这个要打开 看一下状态是否正常 那有些时候也会报一些错误 那这个错误呢 他就说检查这个SSL的这个版本 对吧 那之前第一句话我就说了 就是说去更新一下可以了 这地方就是 先安装一下 对吧 然后再更新一下 紧接着呢 检查通过以后呢 你就可以选择服务了 这里面呢 尽量的就是将 每个节点上分摊一些服务 比如说你在NameNode上面 就不要增加太多东西 对吧 将其他的服务加到这个 其他机器上 比如说卡夫卡 对吧 Storm呀 这Spark呀 然后装在一起 对吧 像Hive呀 还有HBase啊 这些也装在一起 就是将这个服务呢 要分散开来 机器越多呢 你分散的就越好一点 当然客户端是必不可少 这里呢 尽量的选择所有服务 防止一些依赖 不可控的问题 有些时候呢 你没选择这服务 然后他那个服务就 又依赖于这个 其他服务 那这里也强调一下就是Hive 和Wood呢 最好选择在MySoco服务器上 嗯 这样方面管理 不要安装在其他服务前 这个MySoco 进入一台MySoco服务器 就可以了 那这个是每台机器的一些服务 安装好以后呢 就是每个机器所运营的服务 还要接下来就是选择这个客户端 客户端呢 就是尽量的 Imbire的本身动态支持这个客户端添加 所以这地方你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 客户端 比如说 DataNode呢 那肯定是 除了这个NameNode剩下的 都可以设置为DataNode 为了这个最大的利用 还有这个NodeManage呢 那你每一台机器都要有一个 除了NameNode 对吧 还有一些其他配置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这地方呢 还有一个Hive的配置 那这地方就是说 从在安装Hive的时候呢 要选择一个MySoco数据库 那这对方也是配置了 当时我们设置的Hive的账号 对吧 密码 Hive 你可以点击测试一下 它就会说连接成功 还有这Woods也是一样 那之前也设置了Woods 也是连接成功 紧接着点下一步呢 它就开始安装了 看一下完成百分比 那这是当时的一个节点的说明 这地方呢 有一个Locator的配置 那我们必须设置为一个基数 基数什么呀 就是说有三台 对吧 三就是基数是吧 二就不是基数 对吧 而无数 它是为了这个备份节点 和NameNode就准备了一个切换 对吧 它这地方相当于做一个投票 两个人是投不出票的 对吧 但是三个人就能投出票 2比1嘛 那各个组件呢 日志呢 是在Woods Log下面 安装成功以后呢 就会显示这样的窗口 紧接着呢 就可以进行一个测试了 这地方也会遇到很多问题 首先呢 第一个就报错 就是说是你去用行 首先put一下呢 就出错了 这一方呢 你需要切换到HDFS用户 比如说先速到HDFS上 因为当时报错呢 他就说是那个 嗯 你是这个root用户啊 你不能去访问这个HDFS用户 所以对方要速到这个 切换到HDFS用户上 而有些时候呢 你运行他可能是没有压 对吧 他一直不运行 那也是因为你的压没有起到啊 你也需要把压起到起 他这个时候呢 先速到这个HDFS上 然后运行这个前面 我写的那个hadoop word count是吧 这就运行成功了 这是运行的一个结果 然后hive也可以进行一个测试 那这是我之前给大家讲的这个 生成shel生成一些数据 然后紧接着呢 把这数据呢导到这个 先先执行一下 然后将切到hive用户上 然后把这数据呢 先创建一张表 然后将表呢导 表中数据呢导到这个hive中 然后使用这个hiveoutiles呢 进行一个查询 那这地方呢 hiveoutiles呢 相比以前来说是非常的炫 非常炫 可视化来说是 强很多 这地方呢可以设置一下hive的引擎 这里面可以使用map reduce 也可以使用tide的这种方式 tide的性能来说要优于这个map reduce本身 这是当时的tide的运行过程 然后它对于这种表格的这种形式呈现的 也当时第一次运行的时候就特别震撼 看到没有这种reduce map reduce的过程它都是在界面上 reduce这种不是图形化里面做了个图形化这种东西 也是很炫 那至此呢 这个unbari的生产环境以及测试呢就完成了 大家在以后工作中呢可以多查一些资料 那这里也讲解一下这个高可用的配置 就是ha 那么这边说的就是name nodes的一个高可用 比如说name node挂了以后呢 它可以自动的启动这个sync name node 贝贝就会来了 对吧 那这也符合我们的常理 对吧 那怎么配置呢 首先我们安装一下这个高可用 然后点击开始 然后给它输入一个id 这里随便写 我当时写的是7虎360cloud ha 这里选择下一步 然后就开始安装了 这地方呢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那不用着急 那出现问题 他都会外部传个窗口来提示 你按照这个窗口提示 在对应的那个机器上去执行 比如说他执行第二台机器 有问题 你需要执行这个操作 那你去执行一下 那这样就可以了 那最后一步如果他 到最后一步 如果说他要重新启动 结果发现他没有启动成功 那没有关系 你可以手动的启动这个服务 HA的配置就这么简单 那配置完以后呢 我们测试一下 到底HA到底有没有作用呢 我们来进行一个测试 首先呢 它的状态是 这台机器呢是一个活着的name node 对吧 然后这是一个secondname node 然后同时配置好以后呢 它就会多一些服务 现在我们将这个name node停止 停止以后看到没 这个stop了对吧 它一个感叹号 快呢 它这个secondname node 它就启动了 自己就启动了 我们没有做任何操作 所以这个HA自动切换是实现了 关闭name node的启动了 自动再启动一个刚才我们关闭这个name node 然后它就自动将这个关闭的以太机器 编为一个热背 对吧 又是一个贝贝诞生了 它们是相互可以切换的 你是我的贝贝 他又是他的贝贝 对吧 为了还原现在我们关闭这个actionname node 就是活着的name node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把刚转换为这个name node的这个关闭 一个感叹号又出现了 这时候呢 我们发现它并没有影响这个服务 就感觉没有任何区别一样 那到最后呢 它是自己也就切换 切换过去 就是说是将刚才的三个name node 又变成一个活着name node 就又变成主节点了 它呢 关闭 但你手动一起呢 它又变成一个备份节点了 好 所以HABARET中实现是非常简单的